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侍珍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新北市 时定品尝秘境美食 四兄弟轮流卖一年 独门香春煎豆腐 浓郁的酱料搭配软嫩的豆腐 每一口都过瘾 台北宁夏夜市吃花枝羹 经过腌制过的花枝 搭配上羹汤 Q脆又鲜甜 南投埔里有一家半世纪的 闽江鹅仔煎 上头摆满了肥美的鹅仔 价钱却超否刑 鹅仔煎里头有段思念母亲的故事 位在台北市宁夏夜市附近 有一家花枝羹非常厉害哦 老板冯昆志 他用特制的酱汁腌制后 只裹上薄薄的一层粉 还能吃到整块软中带脆的花枝块 搭配自制的羹汤 清脆又鲜甜 另外还有现榨的狮子头 扎实又有弹性 香气更是逼人 年间时总会有客人大排长龙来强卖 原是餐厅门外汉的冯昆志 三十八年前习得前岳父的好受益后 曾经因为好赌输光了千万元收摊 但他自嘲像是九命怪貌一般 是怎么东山再起的呢 带您来看他的故事 现在做我们这种的做法 已经很少人在做了 花枝跟直接下水煮 全省是下哪有几家了 有个姜裹得很多 我是饱饱的 新鲜花枝在热锅里舞动 一片片精盈浑厚细白光滑 口感也让人难忘 你家的花枝跟别人家比以前的味道好 比较新鲜 咬起来就比较有弹性啊 有的部位吃起来香脆 有的Q嫩 同样不变的是鲜美甘甜 这是老板冯昆志 每天腌制至少四小时的坚持 让花枝完全入味才能下锅 取凡庇料 调味 喷煮 他都不假手他人 到现在虽然快六十岁了 但是还没有一个员工的动作比我快 可能是熟人生巧吧 习惯了 就算有起员工 但厨房内人只见他一个人忙进忙出 因为这手艺是前岳父亲自交给他的 做了三十八年 连招牌炒米粉也是同样历程 猪油 再来就是它的调味料比例 这米粉也是我前岳父教下 传给我的老手艺了啦 用长筷不停搅拌 关小火焖煮 焖到汤汁吸附在米粉里 还要不时查看有没有均匀 随时开锅转一转 拌一拌 多拌几次都不嫌烦 就像让每一条米粉都要入味 还曾有客人大老远跑来 就为了吃这一味 我为了吃你两半米粉 如果十块我多客人吃 还要再拌一拌一拌 我的家的糖也有 它就有香料 炒米粉 我们可能说是很好吃 它好吃 就有炒米肉汁 好多 放上肉燥豆芽菜当配料 口感Q弹又松又香 也因为煮得不干不烂 必要时还得用菜刀切断 这长长的米粉丝 但怎么保持热度跟Q度 原来是有诀窍的 锤米锅那个板子 有没有 这个是把手盖着 蓋子 這是蓋子 我們把它翻過來 這個火一開 蒸氣從這邊出來 你要一份 這邊一份是熱的 但是這個不是我厲害 這是我岳父 他教我的 而且他是不嘗試的教我 所以我很感激我岳父 三句話不離情岳父 說起來有些醜症 這跟他的人生機遇 有很大的關係 16歲時 泡船回來後當兵 在退遺前認識了前妻 遇到父親過世 兩人就在百日內結了婚 我是沒有讀書 我14歲就出社會 也沒有錢 所以訂婚 包括結婚的西裝 都是我月婚那邊幫我 幫我的忙 慈復當時是個窮小子 連結婚的西裝費 都是前月付出的 她曾是接掌好幾家飯店的總主廚 也是三重知名花枝根老店的老闆 讓原本對餐飲一窍不通的馮崑智 得以惜得長輩的好手藝 跟我岳父學半年了 半年六個月我就想出去開了 七樓 那時候剛開始做 客人好不容易一個鐘頭來一個 半個鐘頭來一個 七八點的時候我就回過頭問我媽媽 我媽媽蹲在旁邊幾碗 我說媽媽 幾個碗了 五個了... 再一次 瓜哥幾個碗了 八個了... 一天就八百塊 三個月後我說媽媽千 現在幾個碗了 別問了啦 洗不掉了 生意漸漸上軌道 沒想到好景不長 豐昆智在此時迷上了千度 年輕人比較...怎麼講 不懂事 就是想說一夜致富 就賭 迷上了大家的...半年吧 就把所有的積蓄都輸光了 輸了上千萬 連攤子都賠掉了 失業又失智 讓馮崑智把自己關在家裡 整整一年 每天祭酒消愁 當時前妻擔負起養家重擔 在二伯 未在台北圓環的知名小吃店上班 偶然機會附近有攤位出租 二伯建議馮崑智再次創業 改賣炒羊肉 炒青菜 圓環裡面沒有人炒嘛 所以我就專門應付 進來圓環吃的客人 所以我就炒羊肉炒青菜 所以我一天空心菜 就要八十斤 當時好不容易賺到的錢 沒想到因為不服輸 又賠了上百萬 我想錢想瘋了吧 就是想要一夜致富啊 我想說剛出輸那麼多 想要把他贏回來 不甘心 可是對 可是越晚越慘 這要命的不甘心 讓馮崑智再次輸得一塌糊塗 負債三百萬 碰巧當時也剛好面臨新圓環 正式熄燈 讓他決定在附近的名聲熄露 另蜜店面有意東山再起 剛開店的時候 我以一個禮拜為限 就是來買花枝跟草莓粉內用 送一塊錢美金 就是這樣我慢慢的就做起來了 我是打不死的蟑螂吧 反正我都有貴人幫 這就是萬神講的老抽 就是上色 像是這改良自前岳父的羹湯 勾了少許的芡粉 還添了些許配料 我岳父教我的時候就是這樣 對 都沒有什麼料 反正我現在也有香菇 也有損失 客人反而會接受 用的是自創的吃肉羹 鎖住好的湯頭 如齊鳴 肉條也緊 鍋已薄粉 只見馮昏至右手 一條條撥入鍋中 動作力所迅速 齊鍋後肉的香甜味滿部嘴裡 口感彈嫩 吃得到滑嫩又扎實的整塊肉 東西我都吃過啊 肉筋啊 好吃啊 剛好都很 我很喜歡 真材實料的好工夫 讓生意再一次見趨穩定 但一直跟著吃苦的前期 最終還是選擇利益 我是從小就是大過不患 小過不斷的 我常常嘴巴都講說 來啊...來理啊... 那放陽的孩子啊 真的有一天他就真的 把離婚證證拿出來了 其實離婚也有點後悔啦 那離婚的時候我... 我沒有告訴我岳父真的這一點 我真的到現在還是... 對他很對不起他 我沒有好好照顧他的女兒 他的寶貝女兒 人生悔不當初 在現在的店職開業17年了 也因為女兒的鼓勵 讓他重新振作 近幾年不再過著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糜爛生活 我女兒他嫁到日本去了 他說我年紀也大了 也老了 有一些養老 他叫我不要賭 我就聽到那句話 我就說好 爸爸存給你看 我的個性就... 我要玩誰也擋不了我 我不玩誰叫我玩 我也不會去玩 楓昆志的好勝性格 雖把婚姻搞砸 但發揮在做生意上 是有好效果 自創的獅子頭 成為店裡的主力商品 我只知道獅子頭三個字 從來沒有吃過 其實這個也是誤打誤撞 剛開始做是做自己要吃的 也不是刻意說要做這個來賣 結果做... 一個 兩個 三個 越來越多 想到好吧 那就做一些來賣好了 到現在這個已經成了主力 它的口味很好 然後裡面有餡有料 它吃起來有一點有彈性 很好吃 我每個禮拜都能買兩次 這是現炸的 很好吃 將肥瘦三七筆的絞肉 揉入大量比奇與洋蔥 增加甜度與絞勁 加入低瓜粉 太白粉定型後 楓昆志以手工一秒一顆速度 從虎口擠出肉丸 再搓圓塑形放入炸鍋中 一顆顆全頭大小的獅子頭 在油鍋裡滾動 等到外皮炸成金黃色才能起鍋 一口咬下 肉汁在口中爆開 渾厚紮實的口感 讓許多人一吃就愛上 十年有了 我本來是來迪化街才買 然後在這裡用餐 看到他們有獅子頭 就這樣一買就變成... 變成以後買獅子頭 不見得來這裡用餐了 天使大概有幾顆 十四五顆 半清七顆 我買兩千 我買兩斤 我严重量的多一斤 阿婆這天母 七十幾歲了 她每天來一天都來 每天都拿十斤... 結果她不是自己吃都送人 还有另外就是 我还有批给那个餐馆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老主顾 常常一点就是好几斤 在年纪时期 更是大牌长龙抢买 但逢婚制把这一切 归功于许多贵人的帮助 因为没有我岳父的话 可能今天我可能还在 还在海上漂泊 因为我没有一季之谈 我结了婚 我岳父把他的手艺传承给我 所以才有我的 今天的我 靠着这一碗好味道 逢婚制早已起死回生好多次 才得以让这家小店 坐有双鸣店记忆 做厨艺已经38年了 年少轻狂的锐气 早已被岁月生活给磨掉不少 迷途知败永远不嫌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